喂? 喂? 欸我肚子好餓喔 走啊去吃宵夜啊 好啊 欸那我們 欸等一下 我們先上車再說啦 歡迎收聽先上車再說我是Bosch 我是玉珍 我們的Podcast每一集會和大家聊聊生活相關的話題 還有吃宵夜給大家聽 你的 你可以在各大節目下 各大節目各大平台上聽到我們的節目 也可以到YouTube上面看看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還有到IG上面追蹤我們喔 都第二季了 喔還在卡詞 都念幾遍了 沒有因為我覺得我應該太習慣第一季的那一個台詞了 所以導致 阿你要唸第一季的也沒關係啊 好那我想一下好了 因為我們最近也有多了一些新的平台 然後我在想辦法把它加進去好了 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唸一下就是大家在Apple Podcast上面給我們的留言 喔我我現在才發現大家有在給我們Apple Podcast留言欸 喔其實有啦 不過大部分的還是只有給評分比較多 留言的比較少 嗯好那我們就來唸一下就是大家給我們的Apple Podcast的留言 好 最近一則留言呢是可以出書的始終粉絲留的 他的留言是給我們五星好評而且坐等更新 我想這個是就是我們在上一集有提到就是他的名言家具可以出書 的那一位粉絲 沒錯沒錯 感謝你這個始終粉絲給我們五星好評 謝謝你 好那接下來第二個是阿熊留的 他說 他說 第八集聽到一半趕快來刷個存在感 他說他要好好聽喔哈哈 喔給阿熊一個讚讚喔 非常乖喔準時收聽喔 好 好那接下來最後一位他是五月份的時候就已經留言囉 我們放聲人家多久了 對但是這一位我看不太出來是哪一位粉絲欸 你就把他的那個名字唸出來好了 帳號名字 你在為難我嗎 他的帳號名字是 他自己就笑TA 你有念對嗎 有有有我用手筆著念的 哈哈哈哈 他他的留言是 保持聯絡推 好这个也是五星好評 感謝大家Σ 如果說你之後也有到我們的Apple Podcast留言的話 我们可以把它念出来哟 那我要跟你分享一件事 你有发现我剪头发了吗 没有 很好发现吧 我旁边这么光耶 可是 你知道因为在 隔着一个荧幕 就会每次看都觉得旁边很光啊 因为旁边就灯很亮的关系吧 对啊 就是没有差别 看不出来是 凸还是超级凸 就是看不太出来 我目前的话是属于超级凸的状况 就是毛 这种毛囊 有啦还是有点微毛 微毛的部分 好好好 你不觉得剪头发这件事情 就是完全在赌运气吗 怎么说 因为像我现在搬来一个新的地方 我就要重新造 我觉得蛮不错的理发师 来剪头发 我上一次在这里就是遇到一个理发师 我真的是觉得他不行耶 怎么样不行 你知道我就是跟他说 哦 就旁边帮我剪短一点 然后就是 因为我头发比较少 所以我的头发不要 就是刘海不要打薄这样 然后他就说 哦 可是就是可能要打薄一点 打薄一些些 可能会比较好看 我就说 哦 好吧 这样 然后他就给我打薄一点 你很不坚定耶 对你知道 我就完全就是 后来打薄的那个状态 真的是 哦 哦 真的是 那阵子都不想拍照 很想把家里所有的镜子都砸碎 你是找那种很便宜的 比如说150的那种 还是可能300块的 哦 我上一次是去真的找那种100块的 嗯 哦 然后给100块的剪 可是我跟你说 我这次也是给100块的剪 因为我真的觉得男生就是 你要剪头发 真的是太长要剪的事情了 因为 嗯 我就是头发只要稍微长一点点 我就会看得很不顺眼 我就会想要把它就是剪好这样 嗯 然后所以我觉得我算是 蛮长剪头发的了 所以我就想说 嗯 那你可以好 就是稍微节剪一点啊 因为就是 你知道吗 真的 有时候去可能 那种五六百块去 是觉得很伤 很贵 太贵了 对啊 又要加洗头什么的 嗯 对 而且重点是我这次去这个100块的 他还有给我洗头耶 哦 哇哦 所以100块是洗家间 对 但是没有帮我剪头发 很便宜耶 蛤 蛤 什么 他没有帮我剪头发 那你怎么会去的 就是 他就说 那个吹风机在那里 你自己吹 哦 我以为 你 是 是的 没有啦 他有提供吹风机 但是我要自己把它吹干 我就想说 可是那我觉得也还不错啊 反正自己吹头发也很 很简单 哦 对啦 后来我就 就自己吹 但是 这家店 我就是觉得说 嗯 我可以再去这里剪 蛮不错的耶 哦 满意 我自己也是那一种 只要找到一间 我觉得不错 我就会一直剪 我也不敢乱换 然后 通常啊 我都会 拿照片 去给 我的 剪头发的人看 我觉得他 比较可以理解 我要剪成什么样子 因为 如果只用讲的话 我觉得 都会沟通不良 你是拿自己的照片吗 还是什么 拿什么明星的照片之类的 就是可能我会先 尤其是染头发 或是要烫头发的话 我会先在网络上找到 可能我比较喜欢的造型 然后跟他说 哎 我就是要这样子的卷度 对 然后 长度大概在下巴 不要太短 这样子 就会跟他讲的比较清楚一点 然后跟他比 哇 在哪里 那我下次也尝试一下 这个方法好了 我就是 我觉得我应该要 就是在 那个 去剪完头发 有一个满意的发型之后呢 我就可能做一个3D建模 把我的头 把它整个剪起来 可以看得到 就是我头发的 各个毛囊的 分布的状况 然后就直接拿那个图 给发型师看 我觉得他们 应该会比较 可以剪得出 我想要的发型 好恶哦 可以吧 如果都看得到毛囊 在哪 好恶哦 我就说不行 你这个毛囊 差一点点 差0.2 你要把那0.2 剪掉 好吗 我直接帮你剃光头 少在那边给我啰嗦 哇 哇 有够凶耶 可是我真的有点不懂 为什么很多发型师 都喜欢帮人家打包 而且我就是那种 真的打包之后 我就会觉得 就是 我的头发要 消失殆尽了 的那种感觉 我跟你说 就是 我的刘海 都是我自己剪的 嗯 因为 我尝试过很多家理发店 我跟他说 我要空气刘海 然后到最后 都会变还猪格格 因为他们都一定要打包 我真的不懂 为什么 哈哈哈哈 其实空气刘海 跟还猪格格是 知道吗 就是他们是 差不多的意思 不一样 不一样 就是完全不一样 他们就一线之格啊 可是你当你的刘海 当你的刘海被剪坏 你真的可以难过一个月 难过到头发再次长出来 很值得难过一个月 对 然后 你就会 我就每次去剪都每次失败 所以我现在都自己剪啊 就我已经练成 我已经可以 就是很会剪空气刘海了 所以你都没有找到 你喜欢的理发师哦 就是我都会跟他说 剪头发就好 不要剪到刘海 就是刘海不要动这样子 我想再跟你分享一个 剪头发的 哦好啊 就是我一个朋友 他之前打电话给我 然后我一接起来 他就是 大哭 然后我就跟他说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然后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啊 嗯 他说 我的刘海被剪坏了 然后 他说被剪成拱门的形状 好有画面哦 对 因为其实他原本是想要剪眉眉头 嗯 那个设计师包围什么中间就比较短 然后他就变成一个圆弧形 所以他本来应该是平的 然后他变成圆弧形 对 对他本来应该要像你这么平 嗯 因为他是要眉眉头 嗯 结果变成圆弧形 可是 你不觉得高中女生 就是那个年纪 就会很在意自己的外表 在意自己的形象吗 我觉得不管哪一个年纪的人 应该多多少少都会 在意一下外表吧 哦对 真的会很在意外表 我觉得如果你是 就是本身就在意外表的人 你可能不管几岁都会 蛮在意自己的外表的 但是 我觉得那个 可能就是青少年 或小朋友 对于外表这件事情 可能伤害可能会更大一些啦 这可以牵涉到我们今天想要聊的主题 嗯 那就直接进入主题吧 我们今天想要聊的这个主题呢 是自拍这件事情 那我们想要聊这个主题呢 原因是因为 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到Google 他们的部落格发表了一篇文章 那因为你知道吗 就是现在很多那种大公司 有没有尤其是科技公司 他就是用那种数位产品 把我们的健康残害了 然后所以他就想办法 要负齐一些社会责任这样 你说像我们之前聊的那个吗 FOMO那种 对 就是因为现在科技产品 会让我们的人知道 身心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这些科技大公司 都还是多多少少在做一些研究 然后想要改变这个状况啦 总之呢 就是我在 就是Google Google的部落格上面呢 看到这篇文章 那他在研究的呢 就是跟自拍滤镜 对我们人类的身心健康 影响的一个文章 那这篇文章呢 他其实主要是在说 因为我们大部分啊 现在手机拍的照片 都是用前镜头来拍的 好像是耶 因为我如果自己自拍的话 一定用前镜头啊 不然后面的镜头 我看不到自己长怎样 好像也是啦 不过我自己就是属于那种 比较常用主镜头 比较少自拍的人 但是就是他们的统计资料起来 就是现在很大多数的照片 其实真的都是用前镜头拍的 那前镜头拍有什么问题咧 其实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 现在很多手机 他是会自己帮你套一个滤镜 这个滤镜就是会让你 的可能脸会变小啊 皮肤会变好啊 肤况会提升啊之类的 可是可是啊 虽然就是我不是有买相机吗 但是我的相机也有 自动没机的功能 就是虽然不是用手机前镜头 可是他还是会有这些功能啊 对 所以就这个东西到底会对我们的 身心健康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研究呢 他就是指出说 有他们调查的有超过六成的青少年 他会因为他自己的自拍照 跟他本人长得不太像 这件事情然后就被他的同学霸凌 因为修太多吗 可能是啦 但他没有特别指出是 因为修太多 还是本人比较正 然后拍完之后比较丑 这我不知道 他没有指出这件事 但我猜啦 应该真的是因为 可能自拍照比较漂亮 比较帅 然后可是本人没有这样 所以他就被霸凌了 所以这个研究里面有超过 超过六成的青少年 因为这件事情而被霸凌 你不觉得超可怕的吗 太多了吧 除此之外呢 他们还研究出发现 我们现在很多手机上面的 那个图标啊 还是说他的用语 都有去暗示人们说 长怎样的人才叫做好看的 才叫做漂亮的 比如说 呃我们把那个滤镜打开 可能就叫美化 然后我会变得比较美 比较比较帅之类的 但你没有开你就是丑 然后一定眼睛都要放大 然后下巴变尖 对他有一个好像标准的模板 就是你一定要脸比较小 你一定要眼睛比较大 这样 所以这样的东西会暗示一个人说 你到底长怎样才就是漂亮的 那就是Google为了这件事情 他就有做出一些更改 比如说他的相机 他里面他的图标跟他的用语 有做一些改变 比如说他原本那个就用美化这个字 然后他就变成脸部的修饰 这类的词 比较中性的用词 没有告诉你说 他就没有那种形容词 嗯就是没有价值评断的词汇啦 然后他也会预设在相机的 预设会是关闭那个 美化的那个 美肌 对他是会把那个东西灌掉的 这样子 所以我就刚好看到这一篇 我就觉得 嗯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 就是对于那个人的身心健康 感觉是会有帮助的 可是我真的必须说 其实现在修图美肌什么 这是已经是很常见的事情了啊 我觉得他更想要强调的 应该是说 我们很多东西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 被开启的 然后这个不自觉的被开启 其实是会影响我们 可能对自己的价值观的想法 跟对于美丑的评价 会影响到你的健康 哦 不过我想他这边提到的修图滤镜 应该是指 比如说瘦脸啊 或是美化皮肤 不是那种调色调的滤镜吧 嘿嘿 对对对 但他是都是 在文章里面都是用filter filter这个字啦 啊但是就是 其实他要讲的就是 真的就是你的 比如说浮况的改变啊 或者是 可能把你的脸变小啊 这类的滤镜 这样子 好然后所以 我就看到这篇文章 我就跟玉珍分享 然后我就发现 我跟玉珍有非常巨大的 那个想法上的落差 所以于是乎 我们就在IG上面 调查大家的想法 嗯哼 我们第一个问题就先问了说 大家平常拍照修不修图 但其实结果有点出乎我意料耶 因为我一直以为 就是大家都会修图 结果居然是不修图的人比较多耶 占百分之七十 这个有点吓到我 我觉得你 大家应该多数时候就是懒懦吧 还是他们以为我们要问的是 事后修图 然后他们都直接 反正都直接开 开美极滤镜耶 没有另外修 有可能耶 而且像 像我知道像什么 比如说中国品牌的手机 或像三星他们 那个手机自带的前镜头美化 就蛮强的 蛮用力的 所以可能大家就是 平常可能不会再额外修图啦 但他有可能都是预设开启的情况 但总之我们调查到的结果呢 是 多数的人 百分之七十的人 其实他们都是不修图的 那会有三十%的人是有修图的 那既然不修的人比较多 我们就来看一下说 大家为什么不修好了 不过你是不修图派对不对 我觉得我应该是属于不修图派的 没错 为什么 我觉得 我的理由好像跟 Google讲的很类似耶 你说会影响人的心理健康吗 我觉得是这样 而且 我们刚好也有问大家说 就是修图不修图的原因嘛 对不对 嗯 然后 我觉得有一些人的想法也蛮接近我的想法的 比如说 有一个人他的投稿是 不修啊 宁愿本人比照片好看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蛮像我的 蛮接近我的想法的耶 我就觉得说 我觉得我本人看起来比较好看 比较重要啊 比起网路上或者是照片上好看 我觉得本人好看好像更重要 可是照片比较好看会影响什么心理健康吗 就你觉得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会让人家心理不健康 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像照片那么好看 所以就会觉得自己不好看啊 很丑啊 很糟糕啊 然后因为修图起来的照片一定会比本人好看嘛 所以如果修图起来的照片一直都比本人好看 你就会觉得说 这不是我 我没办法接受我自己长得不像照片那么好看 你就会一直开始 你知道我就会慢慢的 越来越讨厌自己啊 你不会这样吗 我觉得我的想法跟你比较相反耶 就是像我们有支持修图的人就有写个原因 就是修图完心情会很好 就是我自己也是这种想法 就是你看着自己变漂亮啊 然后你就是我本人可能不长那么漂亮 就是下巴没有那么尖 眼睛没有那么大 可是你看到修图上的自己就是眼睛变大 就会觉得我他妈超正 就觉得很好啊 可是你就是只有在那个荧幕上面看起来很正而已啊 我就是要在荧幕上面看起来很正啊 我没有要追求我本人变得很正 但是荧幕上面看起来很正 我就满足啦 哦所以你是属于那种 就是你只要外面就是比如说上传到社群媒体啊 之类的你看起来很正 你觉得就够了 你本人即使丑到爆也没关系就对了 前提是我没有丑到爆 但是万一他真的就是 我们可能世俗眼光觉得他就是不那么漂亮的人啊 嗯 所以这些人如果他又在Google 或者是各种手机软体是预设开启让他变漂亮的那个城市的情况底下 就他会看 永远看到自己就觉得我应该要变成手机萤幕里长的这个样子才对 可是我不是手机萤幕里的那个样子 我就会很讨厌我自己啊 你说就是可能会很不想看到自己原本的样子 就是一定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开启滤镜 都要欺骗自己长得很好看 没错 这就像是可能如果我头发剪坏了 我就会想要把所有的镜子都打碎 是一样的 就是我不想要再看到我的样子 就是那相同的就是如果他一直觉得 我应该要变得很帅 我应该要很很漂亮 可是我不是漂亮 我不是帅的 我就会没办法接受我自己 其实 真实的样子是什么 我觉得是也会有这种可能啦 可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啊 在修图上面 我觉得还是不会修的太多太偏离自己原本的样子差太多 所以我觉得 虽然可能真的多多少少会影响到 但是我觉得影响的幅度应该 没有那么严重吧 不过像也有人提到说 他是那种只修气色 不修外形 就是他可能不会把脸变小 他可能只是把黑眼圈稍微去掉 就是让自己看起来比较精神一点 那你觉得这一种呢 其实我也会做这件事耶 但是我通常可能是 比如说我要拍那种针剑照 或者是可能要去 可能比较正式的照片 我可能会稍微让自己的气色看起来好一点 但我就比较不会去 比如说把我的下巴拉得比较长啊 或者是脸变得比较小 这类的做法 嗯 我觉得像是这种的可能就是 嗯 你还是会觉得那是你 只是可能 睡得比较薄 吃得比较好 的状况底下 你的样子 我觉得那可能就比较 影响没那么大 哎 可是我之前你还记得 你有一次帮我拍那个 薛师傅的大头贴吗 嗯 那时候不是有要求说 帮我把黑眼圈修掉 是 结果修完之后 我觉得那不是我啊 就是没有黑眼圈的 长得跟我一点都不像 看来你这辈子可能没办法好好睡觉了 你一定要让黑眼圈跟你结合 你才是真正的真 郁珍 就是黑眼圈是本体这样 对没错 拿掉黑眼圈就是 整个人就认不出来了 哎 可是我觉得黑眼圈会有放大眼睛的效果 就是一个下眼影的概念 什么意思 就是你不觉得那时候 你帮我把黑眼圈修掉 我整个眼睛变很小吗 可是这边变很大 很大片 所以眼睛就整个缩小 什么意思啊 所以那个今天的名言家具是 黑眼圈可以放大眼睛 对 就是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就是如果你在画眼妆的时候 下面这边多加一点深色 可以试这样的放大你的眼睛 好啦我们回到修毒的部分 所以反正你就是觉得说 如果只是修气色 但是没有改变自己外在太多的话 你就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其实我觉得好像也不是 就是我可不可以接受耶 嗯 应该是 你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影响到 心理健康吗 可是我刚刚我想了一下 我就觉得 万一他是对他自己的气色 很没有自信呢 就是 他如果比如说 可能真的 可能天生体质的关系 然后所以看起来 比如说黑眼圈比较重啊 或者是 他的可能痘痘的状况比较多 那他会不会也是 呃 比如说他就是很 很想变成那样 他没有办法接受他 真实的自己 欸可是那你到底觉得 修涂跟化妆那个 比较不影响心理健康 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些 关于气色 黑眼圈头 或是痘痘 都是可以靠化妆来 遮盖的啊 那跟修涂有什么不一样 好难的问题哦 我觉得可能 那我再问 就是你说 就是如果他不能接受 这些样子 所以想要变成 他拍起来有滤镜的样子 可是我就会觉得说 人会想要更好的样子 那是 很正常 而且 没有什么影响的事情啊 就是 可能像我 我自己是有去割双眼皮嘛 我就是因为觉得 我不喜欢我原本的单眼皮 所以我才会去割双眼皮 那我就会觉得说 虽然我是不喜欢 我原本的样子 可是 当我变成我喜欢的样子的时候 我会很开心 所以其实如果 以修涂跟 比如说动一些小手术 或者是整形 这类的事情 老实说 我会觉得整形反而 比较健康一点欸 为什么 因为 我觉得 我可能在 我在抓我的那个 在乎的点是什么 我觉得 可能是因为 短暂这件事情 嗯 你只有在荧幕上 或社群媒体上面 看起来比较好看 这件事情会让 你会 每一天 可能在晚上 半夜的时候 我怎么都是这一套 就是你 你说都想到自己 不好看的样子 对 就是你如果照着镜子 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 不够好看的人 这件事情 我觉得会是 对你的情绪 会有影响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 比如说 好 假设化妆 或整形好了 你是真的 可以在实际上面 改变你的 状态 让你可能看起来 比较 呃 细色比较好 或者是真的 比如说看起来比较瘦 或者是比较 眼睛比较大 之类的 那你如何可以 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达成 这些状态的话 那 其实好像 也蛮不错的 因为大家都看到自己 变漂亮 变帅 我觉得应该都 算是会开心吧 所以 如果你可以 就是实际上 达成这些手段 你就不会觉得说 啊 我好像只有 那个 在 在网络上面 或者是在照片上面 是我喜欢的 那个样子 就是我也变成 我实际上也变成 我喜欢的样子了 那就好啦 因为 我觉得我可能 比较在乎的是 真的就是 万一你就是 就是跟照片 看起来就是不一样 然后你就会 很讨厌你自己 那 会不会 也是一个 影响你的心情 让你 觉得自己很糟糕的 一个 原因之一 嗯 你说 每天看到 那个落差吗 嗯 就是你 你花很多时间 在修图上面 然后可是实际上 你 其实 还是 看起来 跟原本的是一样的 嗯 那就只有两条路 要么你就接受 你自己是这样子的人 要么就是 真的 实际上的改变自己 我觉得这两个方向 才会是 可以让自己 比如说 嗯 真的就是 从头到尾心情很好哦 你的意思是想说 不要追求一时的快乐 哈哈 哎 这个结论好像 蛮贴近我的一个 想法的哦 对啊 感觉你就是说 你不要追求那个修图 一时的爽感 你要嘛去整形 真的变成你要的样子 对啊 就是那 不要就是 只是爽一下 你可以爽一辈子啊 一时修图 一时爽 一直修图 一直爽 哈哈哈哈 那你要一直 一直修图耶 而且你要必须 对啊 一直一直啊 OK 那其实我觉得 那这样也好啦 我刚才有想到一个 就是 如果我 现在一直都修图 我都修成我喜欢的样子 然后以后 照片是会一直流传下去的啊 但我人就挂了 没有人知道我原本长这样 可是他看到我的照片 他就一直觉得我是 超级正的正妹耶 这样子也算是 以我喜欢的样子 流传下去了嘛 你有没喜欢的样子 留在世人的眼睛当中 嗯 留在大家的记忆中 好啦 那 修吧 哈哈哈哈 就是以后大家都记不清楚 我到底长怎样 不记得我眼睛有多大 只记得是放大过的版本 对对对 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耶 我在鼓励大家 多修图这样 但我跟你说 以我对你的认识 我觉得修图这件事 对你的影响 可能比较小的原因 是因为你本来就有点 自信心过头了 哈哈 什么叫自信心 没礼貌 我是说你有很有自信啦 你对自己的外表 你伤到我了 有自信的 快点把你的自信拿出来用啊 我觉得这件事情比修图更难过 哈哈 你要把你的自信拿出来用 好吗 这个时候拿出来用才对 哈哈 好啦我要说的事情是 我觉得 你对外表其实 是有自信的 可是 我觉得 我觉得修图这件事情 对于自己的外表 没有自信的人 其实是 我觉得伤害会更大 比如说 嗯 我觉得我有看到一个 觉得他要修图的原因 他说 他是因为他不喜欢 他自己的脸 哦 我觉得像这样的人 他可能 在修图的时候 这一件事情 对他的 影响 可能反而会是 比较大的 感觉好像是会用 带有比较多 负面情绪 的状态 去做修图这件事情吗 嗯 就是他会更被这些 呃 比如说他 那个 上面有 让你的脸变尖啊 眼睛变大 之类的功能影响 嗯 就觉得说 嗯 原来那样才是漂亮的 可是 那样的漂亮 跟我本人 其实是不符合的啊 我就会 哦 更不喜欢我自己耶 好像会更加深 觉得自己 不够好 嗯 的那种想法 嗯 所以我觉得 应该大家都要 学学郁真 这是什么结论 学学我自信心 但是我有看到一个投稿啦 他是说 他修图就是为了证明 自己真的很美 你也是这样 我觉得这也不错 对啊 就是我不是为了要 让我自己觉得 哦 我要变漂亮或什么 我觉得这倒不是 真的主要原因 就是我要让大家 觉得我很漂亮 就是让别人看到啊 我修图不是为了 要骗自己 我是为了骗别人 诶 有一个人 这会太过分吗 有一个人说 你 你要不要修图 就是看你个人 可是不要拿去骗人 他骗人是指那种 骗 骗炮吗 骗财骗色那种 可是我没有啊 我只是要骗大家 记忆力 骗大家觉得你 很正 这样吗 对对对 就是我只要留在 他的印象中 我是一个很正的人 就好了 就是我不需要 他真的看到我长怎样 真的觉得 我本人很漂亮 不用不用 他只要觉得 我照片漂亮就好了 好像听起来 也是一个 蛮知足的一个想法 我是不是心里 最不健康的人 超扭曲 不过我也有曾经听你说过什么 你想要修图是因为想要还原你的美是吗 对 就是因为有时候那个镜头 像什么广角镜头 他就会把你拍得很胖啊 或是你只要站在那个照片的边边 就一定会被拉宽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把自己修回来啊 就是我印象中 我应该是一个40公斤的人吧 他怎么会把我拍成80公斤呢 就是这样的想法啊 所以你就是因为觉得相机很烂 所以想办法要还原真实的你是不是 对 而且我告诉你哦 iPhone的后镜头真的很可怕 他会把你脸上所有的粗糙都放大 就是我的脸明明就是平滑的是光滑的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拍起来就是可以把我的皮肤拍得很黄很臭 所以这一定是相机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所以我在想啊 大家其实如果要修图的话 也可以抱持这个心态 就是相机也太他妈烂了吧 好啦 我觉得可以稍微做一个总结 就是 我觉得修不修图 其实应该真的是在于个人嘛 就是你自己觉得 开心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 我觉得有时候其实也可以回头想一下 自己到底为了什么而做这些事啦 因为如果你是 因为想要变成大家眼中觉得很漂亮 很帅的那个状态 而去修图的话 我觉得 有时候反而会让自己越来越不喜欢你自己 但其实我觉得 好不好看 正不正 帅不帅 其实好像 本来就没有一个真正标准的定义 所以 我觉得重点在于 你自己能不能接受自己 其实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就是 可以试着去想想看 自己在做这件事情的当下 到底是不是开心的 如果你觉得 开心的话 那就一直做这件事情也没有关系啊 反正没有人管得着你 到底修不修图嘛 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是有点压力的话 我觉得说不定可以试着先去看看自己 到底有哪些是 其实你很喜欢但是你没有发现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像是 以我自己很会修图的例子来讲的话 其实我很知道自己哪些地方 是 我觉得不够好的 但是我也很知道自己有哪些地方是 已经很完美不需要再修的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多去看看这些地方 说不定会比较开心 或者是你也可以学学我就是完全不修图 然后就觉得自己帅爆 我觉得这就是盲目的自信心 也不要这样比较好啦 好啦那我们可以进入今天的食物环节咯 我们今天吃的早午餐在台南 然后是因为刚好我们上个礼拜去参加百灵国的步道大会 就在台南的和乐广场 所以我们就先去吃那个早午餐 然后再去步道大会 嗯我们去那个参与宗教盛会 你入教了吗 我入教了 很早就入教了 我们到的这家店叫做茶朵 它其实离台南火车站很近 它就在城大校区的旁边 那它是一间非常大的 它算下午茶吗 还是比较算咖啡厅啊 我一定不太确定 我觉得它应该算是 减餐店 减餐吗 我想象中的减餐是那种 把自助餐装成一盘 就是 你不觉得很多减餐店都这样吗 哦那好像不太类似 它就是有 炖饭跟一些 就是意大利面那一类的食物的地方 它是比较高级的那一种 餐厅吗 高级的自助餐 它不是自助餐 但它整个反正它的风格就是非常的 完美 就是里面充满了一些 什么干燥花啊 或是一些 那种类似古董 类似那种打字机那种摆设 反正就是装潢的很 宽敞明亮 而且我觉得它的整个装潢其实是 我觉得是很用心的 因为你光是像 你知道天花板那种平常可能看不太到的地方 它还是都有 比如说 用一些其他的装饰品去 点缀它的天花板的位置之类的 这种很小细节的地方 它们都有在在乎啦 对但是 不过我必须说 如果你们现在看到我们坐的那个位置 非常的漂亮 有很多干燥的话 但是只有我们那个位置才这样 你知道我进了餐厅之后 我第一次 第一句问玉珍的话就说 为什么你坐在这个位置 王美的地方 你知道因为它那个 它那个就是位置就是好像被隔离出来一个吃玉 你知道吗 对对 它就是特别一个小角落 就是在门口的左边的一个小区域 然后它在那边就是布满了一堆干燥花 但其他地方没有那么多干燥花 对啊 就 这什么 它特别安排的吗 我觉得因为是因为我们有预约 就是我先打电话定位 所以它可能特别安排一个 就是比较漂亮的位置给我 所以如果你是两个人去 然后想要在很美丽的位置 拍照啊 或者是在那边用餐的话 对对对 可以跟他们说一下 应该可以吧 哈哈 应该可以 你可以指定说我要那个王美位 我要那个先上车再说 我去的那个位置 他们就说谁 他会不知道是谁 哈哈哈哈 对啊 不知道是谁 好 不过因为它的整个装潢还蛮用心的 所以我觉得也反映在它的价格上面 哦 对啊 它整个其实包含它的餐点饮料 都算是天贵的 因为大概都在两三百多块左右 嗯嗯 不过它有一个优点是 它好像不太会赶人也不限时间 因为还蛮多人会去那边打电脑啊 看书啊 或是我们刚好隔壁坐那时候有人在开会 他们开了一整个下午 所以在那边其实你可以坐蛮久的 不过你知道我在那边看到有一些什么 像高中生的人在那边念书 我想说 你要来这里念书应该 两个礼拜就破产了吧 可是如果只点一杯饮料的话 其实应该还好 就是跟星巴克差不多啊 嗯嗯嗯 好啦那就不要 但星巴克可能比较潮一点 可能就不能吃东西啦 不然真的会破产 自己衡量一下自己的财产 那这间店呢 它卖的食物种类大部分 都是一些意大利面 炖饭 怕你点心还有饮料之类的 那它有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甜点 是蜜糖吐司 然后我们今天也有点 待会给大家介绍 蜜糖吐司其实是它的招牌 因为一开始我知道这家店的时候 就是先知道它的蜜糖吐司 不过之后其实我 因为我比较没有那么爱吃很甜的东西 所以我后来点比较多的是它的套餐的部分 然后我们当天就有点了红酒炖牛肉套餐 还有Bosch的蛤蜊奶油炖饭 以及一个香蕉和果可可蜜糖吐司 我好像有阅读障碍一样 不是 它名字真的超长 而且很饶口 那它的所有的套餐呢 都有附浓汤饮料 然后还有一个面 土面包 面包面包 大生面包 它的那个面包蒜味很浓耶 而且我觉得配浓汤很好吃 我觉得它好吃应该是 那个浓汤真的是蛮赞的 它是我很喜欢的那种 就是我之前说很玉米的浓汤 它是有点把玉米打碎的那一种 然后它里面有很多的配料 像什么洋葱啊 还有 蘑菇吗 对 可是它的蘑菇味也蛮浓的 我很喜欢 对 因为我也是菇类爱好者 这整个浓汤就是 哦 赞 然后像我的 红酒炖牛肉套餐 它里面还有一小份沙拉 你的是不是就没有 我的就没有 我的是就是纯粹一个炖饭而已 嗯嗯 因为像我的沙拉里面 我觉得它沙拉的料也还不错 就是感觉用到小贵的食材 比如说像是结瓜 或者是秋葵 就是看起来比较高级 但是大家都不太爱吃的东西 你就是嫌弃那个 那个结瓜欸 因为我不喜欢结瓜啊 它就是软啪啪的 然后有时候 如果它选的不好的话 又会有点苦苦的 不过它的应该是没有苦苦的 对不对 对它的结瓜我吃起来是没什么苦味啦 但是确实是就是软软的口感 然后它的沙拉附的是胡麻酱 就是一般可能会在 好事多买到一大宽的胡麻酱 但这次郁珍有倒对的地方 它是倒在沙拉里面 它没有倒在面包上的哦 所以它确实是倒在沙拉里的 我没有倒在饭上面 还好还好 倒在饭上也太香了吧 感觉超饿 然后我本来很想 我本来是想要点那个半熟蛋 结果我不小心化成全熟蛋哦 我还以为你不吃半熟蛋 所以点了全熟的耶 没有 我要吃半熟的 这下次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半熟蛋 然后来跟我们说一下到底 半熟蛋有没有很值得 而且我真的蛮推 我点的那份红酒炖牛肉 虽然它真的价位比较高一点 它要350 可是我每次我一定必吃 因为它的红酒炖牛肉真的很好吃 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它的红酒 它红酒味很浓 就是它是有点偏酸的那种红酒 可是一般你在其他店家吃到的都是 番茄味比较重的红酒炖牛肉 所以这个红酒炖牛肉是我可以接受的味道 没有这个 番茄讨厌者大家可以听我的那个建议 这个是没有番茄的味道 是Bosch认证没有番茄的味道哦 而且我跟你说其实 因为我以前很喜欢吃这家的红酒炖牛肉 所以有一次我就逼着我爸 做一份红酒炖牛肉给我 然后你知道红酒炖牛肉 就是那个红酒预热其实是会变黑的 然后我爸就煮出一道黑暗料理 就是味道是OK 但是它整个就是黑的 整锅是黑色的 但是我觉得 像巫婆煮的汤 就是这家店它有维持原本的红色就还不错 然后红酒味都有出来 所以合格 而且它的饭 我很喜欢它是纸米饭 我觉得很赞耶 我记得你的饭好像也是纸米饭对不对 呃其实我不太确定 但它是有一点颜色的米辣 就是它的蛤蜊奶油炖饭 其实是不是用一般的白米 就我确定是这样 但是我不太确定它是不是纸米 我觉得应该是 因为它有点紫色紫色 跟我的饭蛮像 但它的口感就是跟白米也是不太一样 它是 虽然是炖饭 可是我觉得它的米粒还是有咬劲的 就是不会说就是那种 那种像稀饭那样的那种炖饭 还是它没有煮熟 有它的米芯是有熟的 但是就是它没有把它煮得过头啊 就是整个烂掉啊是没有的 没有到软烂 嗯没错 那它整个因为是用蛤蜊菜去做的嘛 所以它那个饭就真的是 哦很蛤 很蛤 它整个全部都是那种海鲜的味道 对就是不管是整个就是饭啊 还是上面撒的那种起司 就是整个吃下去之后 整口都是蛤味 可是它其实里面海鲜 它里面的海鲜好像没有放的很多耶 蛤蜊的部分 嗯它的蛤蜊其实没有到真的很多很多蛤 可是味道上是蛮充足的啦 而且它的蛤蜊其实也没有到特别大 就是一般的蛤蜊大小 不过我觉得就是整个搭配起来 其实是蛮不错的 嗯 然后我还要再额外称赞一下 它那个很爽的起司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有一种起司是 它只会堪戏 可是它没有起司的味道 但没有什么味道 对 颜色比较白的起司吗 对就是有一种那种 就是白色的起司 可是它本身没什么起司的味道 就是没有什么奶味 就是那种重看不重用的起司 很不称职耶 这种起司 加起司 但就是你知道它的起司是那种 会有起司的口感 然后也有起司的味道 好吗 就是很棒的起司 称职的起司 是不是比较像帕马森起司啊 我还是不太确定那个品名是什么 但就是它是黄色的起司 好 所以这个蛤蜊奶油炖饭 就是整个蜜啊 然后加上它的整个鲜味 还有那个起司 我觉得是 嗯 是一个蛮不错 可以值得来点一下的炖饭 嗯 而且它的价钱也比我的红酒炖牛肉 稍微便宜一些 嗯 就是290块 可是它就会少掉那个 沙拉的那个部分 那最后我们还要点一个 香蕉和果可可蜜糖吐司 奇怪了 我们两个人都不吃香蕉 然后硬要点一个香蕉的蜜糖吐司 不是 因为它唯一有巧克力的就是这个 可是巧克力又很爱跟香蕉搭配 但其实我没有那么爱香蕉 那你觉得这个有香蕉的巧克力吐司怎么样呢 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我完全没有吃香蕉 香蕉都是你吃的 香蕉都是我吃掉的 所以我吃到就是和果可可蜜糖吐司这样 那这个蜜糖吐司它外面是用那种丹麦吐司去做的 它外皮是会脆脆的那样 对我觉得它烤的外面是有点酥脆酥脆 但是里面的部分 因为它到最后它上面 它原本上面有一个巧克力冰淇淋嘛 所以它巧克力冰淇淋融化之后 它会吐司会把那个冰淇淋全部吸进去它的吐司里面 就会觉得很好吃 而且它整个蜜糖吐司的分量超大 我们吃完了那两个餐之后 就是餐感觉已经没有很大 可是再加上那个蜜糖吐司 就是我们两个最后就是坐在那里一直喊 好饱哦 真的 可是我觉得就算在很饱的状况下 你吃它你还是会觉得很好吃 没错 不过会比较建议大家就是 不一定要正餐跟下午茶都在那边吃 我就可以只去那边点个饮料 然后点一份蜜糖吐司 我觉得就很饱足感 很够了 那这个蜜糖吐司的价格呢 是180块 我觉得也是蛮推荐大家吃一下的 嗯 然后还有另一个套餐价 可是因为我们只有单点 所以不太确定它套餐里面到底有付什么 这样 好那最后的话 再跟大家聊一下他们的复餐饮料 我点的是冰红茶 就是一种淡淡的 一般的红茶 但是它很纸腻啦 好烂哦 什么叫很纸腻 就是很清淡 不够味道的意思吗 不是 是很赞的意思 就是 你会觉得它 比如说你可能吃的味道比较重的东西 像蜜糖 蜜糖 吐司 那样子 比较甜的东西 嗯 然后你喝完 喝那个红茶 你就会觉得说 嗯 不会那么腻的感觉 哦 反正就是当好一个配角就对了 没错 我点的是冰奶茶 然后 但我觉得它整体味道 应该也是算茶味比较重吧 反正就是觉得它整个味道比较淡 但我确定是因为它真的比较淡 还是因为不够甜 就是我也分不太清楚 比较淡跟比较甜 这两个差别 谁叫你在我点餐的时候 跑去不知道干嘛 然后 所以我就点了 乱点了 点了微糖 可是问题是 你都在台南了 而且我又是台南人 你怎么敢点微糖 忘了嘛 忘了嘛 我记得我们上次也讨论过这个啊 就是奶茶不就是要喝全糖吗 好啦好啦 我们下次会记得帮你点多糖 好不好 好 那这边就是呢 我们今天介绍给大家的店家 叫做茶朵 大家如果有想要去念书的话 也可以考虑去这里 成大学生或是男一中的学生 可以考虑一下 没错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先上车 再说我是Vosh 我是玉珍 我们节目可以在各大平台上面都收听 你也可以到YouTube上面看看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还有到IG上面追踪我们哦 那就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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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ço楼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